这一个IPO是马股过去7年以来最大的IPO来的 因为99 Speedmark IPO完成之后 它在大马股市里面的那个体量 其实差不多可以追到综合指数30%成分股 那也就是说一年多一个季度15个月的时间 你要创造出大概20%多的这个增长率 这个是假设你的生意直接分店数量增加了 350家增加了20多% 然后你的生意额也跟着增加吧 然后你的净利润假设能够维持的话 就净利润率啊 Profit Margin假设能够维持的话 你的Profit也同样增加20多%吧 武术和投资拥有同样的智慎之道 他们需要准备灵活勤奋和精准判断 这就是松大资本的投资理念 因为当准备行动和机会相遇 这就是成功的完美灭绝 让钱为您卖力挣钱的秘诀 我们是松大资本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晨晨老师的频道 我们本期的谈股论金视频呢 要应观众朋友们的点播要求了 给大家谈一谈 Follow up一下哈 99Speedmark的IPO 因为他们已经选定了9月9号 对吧 来登录大马股市了 那么IPO价格也公布出来了1块6毛半对不对 but before that呢 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呢 还想跟大家更新两个我觉得挺有趣的数据啊 第一就是这个是8月20号星期二啊 The HCO Morning Briefing有show给读者啊 或者是关心财经的这个朋友们呢 看到的马来西亚2024年7月份的出口数据啊 这个出口数据相当强劲一下子哦 是创了差不多两年以来的最快的增长幅度 呃如果你直接看这样子的 尤其是这条growth rate的曲线的话 哇真的是相当漂亮 and这个也跟我们刚刚上个星期五啊 呃8月16号发布的马来西亚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 actual number是5.9%嘛对不对 so呃这一个好像给我们的关心股市 关心马来西亚经济的朋友们呢 另外一个挺强的预期 因为现在你看到的是7月份的出口数字啊 so 7 8 9月第三季度的GDP数字 我们当然没有这么快看到呢 但是你第二季度都5.9% 现在加上你7月份的那个export的数字也比较理想的话 呃看来我们第三季度的GDP也有机会是 很亮丽的数字哦 当然这里也有提到啊啊 7月份的时候呢出口到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呢 是有减少11.4%的 但是呢对于美国还有欧盟的这个出口呢 就大幅度增加啊 然后呢像台湾的出口呢 我们也增加了55% 昨天啊就是在8月16号我们公布了GDP的数据之后的星期一啊 昨天8月19号马股开市呢 我们看到综合指数有强劲上扬啊 呃马币就继续出现了很强劲的这个表现 就马币升值对美金 那当然如果马币升值太强劲的话呢 那接下来大家也会concern about export的这个就因为你马币太强的话会不会影响出口啊 大家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忧的 but anyway这个7月份的这个出口数字呢是漂亮的 那再来我说比较有趣的数据啊 比较有趣的数据呢 是我看到呃这边关于马来西亚的C-Segment的SUV的销量统计啊 现在就这些年啊越来越多人买车会考虑这个SUV啦 那就越来越少人买轿车Sedan对不对 那么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这个C-Segment的SUV是哪一个呢 嗯在这里面有很多张插图对吗 我觉得稍微有关心一下车市的朋友们呢不难猜到啦 第一位的销量呢就是Honda CR-V了啊 注意啊这个不是所有的SUV 这个是C-Segment比较属于中型的SUV的这个范畴的销量 那在7月份的单独的销量呢 Honda CR-V呢是980辆的 因为Honda CR-V今年推出这个新的款式嘛对不对 所以你的销量说一波上来正常 呃第二名啊第二名是Cherry的Tingle 7 Pro and Tingle 8 Pro哦 第三第四名呢是Mazda CX-5跟CX-30 然后第五名呢才是我们的国产车宝藤哦啊 X-70的销量呢276辆 呃这个数字比我们理解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低很多哦 为什么呢啊因为呢X-70呢 刚刚8月份呢就宣布了正式的改款了它Facelift啊 所以呢之前因为大家知道啊你差不多要换款了所以呢 销量自然会特别的低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 在这些销量比较高的SUV啊前面半年这里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 2024年的一到七月份的销量里面啊 那Honda CR-V呢毫无疑问呢是很强的 So Honda CR-V呢在有好几个月份的销量呢是单月销量过千的 那么Mazda CX-5原来是排第二的 如果以七个月的总销量来讲啊 So因为你的Cherry的那个奇瑞汽车的那个 Tingo 7跟Tingo 8呢它是刚刚的销量才开始pack up上来的 但是这个也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跟我们之前在坦古轮军视频这边讨论过的 这个中国汽车的崛起呢它很有可能会抢夺本地市场 原本的这个汽车品牌的这个销量的这个是对于Existing的这个车商来讲呢 它是一个挺大的压力来的 除了电动车的这个抢摊以外呢 他们另外再带进来的这些车款呢也是有竞争力啊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X70啊对吗 七月份的销量特别的低的确证实了我刚刚的讲法 你看它之前的销量是500多辆一个月的 那么七月份呢因为准备要换款了所以就跌的特别的明显 但整体来讲七个月前七个月的销量呢它都是第三名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反而是Mazda的SUV的销量 CX5是在C-Segment的销量里面呢排名第二的 虽然跟这个CRV呢还是有段距离啊 但是呢Mazda的这个汽车品牌呢有两款车入选的这个前五销售 另外的这个CX30啊原来每个月也可以卖几百辆哦 那这个坦白讲我也是觉得挺厉害的 因为CX30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并没有那么的大 其实我也是觉得奇怪CX30的这个尺寸啊 它是一个crossover的SUV来的嘛对不对 它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B-Segment的就更加小的 就是应该是X50的那个Segment 你看这里没有X50的哦 因为X50是被归类在B-Segment就更加compact的SUV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CX30呢被划分在这个C-Segment里面 可能是跟它的轴距有关系啊 如果比我更加懂知道答案的同学们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讲一下 我想问你们啊现在此时此刻在大马股市里面 有哪些公司的业绩是已经出现了成长 正在成长之中的呢 想不想学习怎么样将这些上市公司股票找出来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个两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我跟我们松大的助教们呢 会给大家演示step by step的在大马股市里面 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找出成长型的股票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非常多for 接下来2024、2025年甚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业大蓝图 2030年相关联的那些投资主题的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预留你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讲好吗 but anywayCX30被归内在这个C-Segment里面呢 它的销量就证明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买家们呢 不一定只是贪图大的对吗 就刚刚好用看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力 当然CX30能够销量提升上来也是因为它本地CKD国产化的 之后呢它的销售价格呢变得更加有竞争力 对吗所以更多人选择它 我想讲的前五位的这个销售榜里面呢 今年一到七月份 其实马斯大的两款SUV CX5跟CX30合起来的销量啊 其实是追上Honda CR-V的哦 所以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事情呢 因为以前是没有CX30 以前的CX30也没有CKD 马斯大在马来西亚一路以来最畅销的车款都是CX5 然后CX5呢也在不久前呢 Facelift了来了一个中期改款 所以它的销量呢继续是长青下去的 那么有了CX30之后啊 它的这个销量就将马斯大这个品牌的这个销量啊 在SUV这个范畴里面呢 推了上来 那我想表达的就是 这个当然要关系到Vordor这个股票对不对 原来有了CX30之后啊 对于马斯大的品牌在SUV segment的这个帮助是那么的大的 以前它只有一款车对吗 CX5跟这个Honda的SUV去打 当然Honda还有另外的BRV啊对吗 更加小的那个HRV啊那些SUV 那现在马斯大的这个SUV的力量在C segment里面呢 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早一点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话啊 那么对于Bordor之前的那个盈利表现呢 我们其实作为投资人的角度呢 你就会你就会发现哎原来CX30是能够明显贡 Bermas Odor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销量维持成长的 原来之前它的盈利表现跟派息表现这么的稳定 是跟这个销售量的不断提升有关系的 但是之后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 从这个数据里面看啊就是来自这些来自中国的汽车品牌的销量的增加呢 那一定是先从现有的Existing的这个买家里面呢 抢夺过去市场份额的 好最后一个财经新闻呢就回来给大家讲回这个 99 Speedmark的IPO了 那我读了这一篇8月19号这个周末的The Edge Weekly的文章啊 他就有谈到啊 99 Speedmark这个公司上市过后会不会成为大马股市里面呢 Consumer Product就消费零售股的一个新的宠儿呢 那这个猜测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因为99 Speedmark这个IPO呢 刚刚讲的啊一开场的时候 他已经定了IPO发售价是1.65C 9月9号登场嘛 那么这个IPO是马股过去7年以来最大的IPO来的啊 所以他在大马股市里面呢 应该是会挺注目的 因为99 Speedmark IPO完成之后啊 他在大马股市里面的那个体量啊 其实差不多可以追到啊 综合指数30大成分股哦 他一上来啊 就直接进入大马的前50大蓝筹股的范畴里面了 而且是很接近30大成分股的那个位置的啊 你看这边有计算出来的 If worth knowing that 99 Speedmark's market cap 如果是以这个差不多14亿马币来算的话呢 他已经追上了Kentang Malaysia 类似这种情况啊 之前我们在Mr.DIY身上看过 就Mr.DIY上市过后股价有上涨 然后维持高的市值一段时间呢 他是入选了综合指数成分股的哦 那不知道99 Speedmark 有没有这么强劲的这个上市过后的表现了 那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啊 99 Speedmark它的估值 这个上市发售价的这个估值的讨论啊 这边DH帮我们整理的资料啊 就是公司最新的这个盈利财政年度的盈利是400个Million Profit After Tax 2023财政年度 那其实在他的IPO招股书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啊 公司的PAT啊 Profit After Tax 2023年呢 是400个Million 那前面2021年2022年呢 其实你看到他的盈利呢是先跌了下来呢 然后再回升上去的哦 注意一下哈 这里他的盈利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 那么这边也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呢 因为他现在有2000多间分店嘛对不对 然后每一间Outlet每一天做多少的生意 大概是做1万块出一点的生意的 但是他全码有2000多间嘛对不对 所以你一天的营业额呢就2000多万了 而如果用这个400个Million的这个Net Profit 来对比他上市过后啊 预计会变出来的那个市值的话呢 其实啊是可以算出他的那个本益比啊 就Ninternite Speedmark上市发行价的本益比呢 其实是34.7倍接近35倍的PE 那这个数字着实来讲呢不算便宜的哦 因为如果我们以马来西亚的银行啊 大概4%的FD呢就等于25倍本益比 因为假如你存100块在银行里面 FD啊每年收4%的利息不要重复啊投入 每年收到的利息都拿出来的话 你拿够25年就拿回你的本钱 拿回100块了 那么如果你现在投资这个 Ninternite Speedmark的话呢 34.7倍的这个本益比呢 他就等于34.7年回本啊 假如他的盈利维持稳定 并且是全部派息给你的话 你用1块65C去买 当然这里面是没有考虑到他未来的成长的 所以其实Ninternite Speedmark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将未来成长的故事告诉投资者们 所以Ninternite Speedmark最重要的就是 要将他未来的成长的故事啊有多么的Sexy 来告诉钱差的投资者们 让大家愿意以34.7倍的这个本益比的估值呢 来成为他的股东的 那他的未来成长的故事怎么样的呢 那这边就有讲到了 他的Outlet啊 在2025年年尾 也就是说明年年尾呢 他要发展到3000间 从2650间现在的发展到3000间 也就是说呢 Ninternite Speedmark打算用未来的一年龄 一个季度的时间呢 将他的分店的数量呢 打造一个20%的增长率啊 给投资者看到 对嘛2650到3000嘛 就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东西啊 因为你支付的这个估值是35倍的PE 现在如果你直接以分店的数量来预测 一年未来一年 也就15个月的这个增长率呢 是20%左右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数字来的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叫做PEG Factor 那很多投资者或者很多投资股票的朋友们呢 可能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的 那我就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DH这边也是有提到的 Over the past 3 years the company has achieved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13.3% in terms of its profit after tax this give a price earning growth PEG factor 或者它叫做PEG ratio of 2.6 times 这个PEG factor其实声明大招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投资人 Peter Lynch 这位赚期的基因经理呢 他推荐使用的 那Peter Lynch是怎么样用这个PEG factor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因为他讲一个公司预期会成长的时候 比如你未来的增长率是 每一年10% 那么你支付的本益比呢 就不要超过10倍 So that 10倍跟10%呢 它刚好就比率是1来的 如果你可以投资一个公司 就是未来预期有20%的增长 但是你用10倍的本益比来买的话呢 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划算的 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理解之后啊 你再看回来 这个99speed mark 以它过去三年 每一年的复合增长率是13.3%来讲 你现在用34.7倍 接近35倍的本益比去投资它的话 那从它过去的复合增长率来讲 并不便宜 而耗包未来呢 未来怎么算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最简单的做法 这里DH就有讲到 公司的目标是 在2025年年尾打造出3000家 的这个99speed mark 比现在的2650家 另外再增加350家 那也就是说 一年多一个季度15个月的时间呢 你要创造出大概20%多的这个增长率 这个是假设你的生意 直接分店数量增加了350家 增加了20多% 然后你的生意额也跟着增加吧 然后你的净利润假设能够维持的话 就 净利润率啊 Profit Margin假设能够维持的话 你的Profit 也同样增加20多%吧 啊 那么15个月 那你还是用34.7 接近35倍的本益比去买一个20多%的增长 那其实你给出的倍数还是接近1.5倍 那这个PEG Factor 1.5倍啊 也没有看到便宜的这个情况发生 以Peter Lynch的标准来讲 那也就说现在你是这个IPO啊 99 Speedmark等IPO呢 你还是用Future Price 你想买它的未来增长 但是你要用一个未来的价格来买它的增长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估值啊取决于能不能够被Jestify的到 那怎么样可以去Jestify的到呢 现在你是直接用PEG Factor的话呢 是偏高的 那么除非是它的这个增长率 比如2650加去到3000加速度比你预期的还要快 又或者是它去到3000加的分店之后呢 它还可以去到3500加3800加去到4000加 它的这个增长的空间还有在那边 那你现在支付的34.7倍的这个本益比呢 就会划算了 这个是一个最难的地方了 就是99 Speedmark在整个马来西亚 开到多少家的时候会遇到瓶颈会饱和呢 就不同的分店之间呢 会讲customer的这个情况 因为你去参考一下 之前开到全国很多分店的这个Mr.DIY 它也可以在开了很多分店之后 它在改变它的销售模式对吧 最近它又出了一个新的精品店的这样子的business idea 那其实商业来讲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投资者或者一些机构投资者 会觉得99 Speedmark 还很有可能可以成长的原因 因为你毕竟给的这个接近35倍的本益比啊 是给着什么样 你看这边对比的是 Nest Labour Heart 马来西亚大马雀巢的那个估值 或者是全力资源QL的这个估值 或者是Mr.DIY的这种估值 它们的那个PE就是在34倍到43倍之间的 99 Speedmark的那个估值状态 绝对是属于Premium的那一种来的 有溢价的成分的 这个马来西亚的分店 还能不能够扩张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它的IPO招股书里面 我们也还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 现在的2650家呢 以马来西亚我们东马跟西马的这个分部来看的话 深绿色的就是超过250家分店的啊 包括霹雳州啊雪兰娜州啊吉隆坡啊 然后柔佛州 那你会看到沙巴州彭亨州 深美兰州马六甲还有吉打槟城呢 它的分店呢是100到250家啊 是属于第二层次的 也就是说如果要增加新的分店的话 很可能这些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市场呢 是需要被覆盖更多的分店的 那再来呢就是分店数量很少的州属有哪一些呢 原来沙拉瓦州的这个分店数量是很少的 so 我猜会不会沙拉瓦州 会成为他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基地 以及吉兰丹 登加楼 还有玻利斯呢 在西马半岛这边呢 这三个州属呢就会分店数量还是非常少 so 看来未来这个99 Speedmark 真的是要实现覆盖全国的这个目标了 好 那再回来讲回这个Inventory Turnover Days啊 这个存货周转日期啊 那99 Speedmark是可以做到49天 就可以将它的户存全部卖掉 再换一次 再进多一次货 大概是这样子理解嘛 那这个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厉害在我们如果从零售业经营的角度去理解 各位 你是一个工厂 你是厂家 你将你的货批给99 Speedmark上架 让它去帮你售卖 那你一般是牵扯到有放账的嘛 其实你是要给一个账期给它的 那一般我们做零售业或者做生意 大家都懂了账期可能是一个月30天 或者两个月60天再来三个月90天 一般是这样子的 假设60天吧 以一个中间来算的话 那你会发现99 Speedmark是可以在60天之内 将你交给它的货将它卖掉变现 然后先回收到公司自己的账目上面的现金 so如果你给它的账期更越长的话呢 99 Speedmark它辞一点还你嘛 那么手上它就可以拿这些商品变现了之后的现金呢 它拿来自己去周转 如果越多的厂家商家给它越长的账期的话呢 那在99 Speedmark手上滚动着的这些流动现金呢 它就会越厉害越大 那有什么用啊 用来开分店就最适合了 那基本上啊 你可能可以实现在非常低的这个成本的情况底下 你不怎么需要动用自己的资金的情况底下 去扩大你的那个分店网络的 再加上它现在IPO筹集的这个资金之后呢 就其实是更加的如虎添翼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或者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的看法 里面呢 对于99 Speedmark未来扩展到3000家分店的这个把握 其实是蛮大的 因为资金来讲它没有资金的这个压力 现在是它扩展到了之后 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它的Profit Margin 然后维持它的利润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成长就很确定 所以它就将未来的成长 以现在未来的价格呢卖给你 OK在IPO的这个定价上面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讲 最理想呢 当然就是你可以用Discount的价格 你不要给我讲未来价格 你给我Discount的价格 some kind of过去的价格 能够买到你未来有成长把握的生意 这样子才是最划算的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你只是说 用未来价格来买一个未来的成长的话 可能很多价值投资者呢 会觉得没有太特别的吸引力 当然如果它上市过后是向下走的对吗 价格越来越划算 成长的确定性又在那边的话 可能投资者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等它9月9号上市之后呢 我们再观察吧 那以上是我对99 Speedmark的IPO 尤其在估值部分 还有生意模式上面的一些理解 给大家一些input 希望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同学们 不要忘记点赞跟订阅 也欢迎你将我们的视频呢 转发给其他的亲戚朋友 让他们也学习一下 马来西亚的财经知识 我们下一条视频继续给大家谈谷论经 拜拜